这是个比狂飙高起墙还狠的男人 可只因走路的时候太过嚣张 下一秒 汤米一记西撞顶飞女人 起身随手便是一个大笔楼 突然他发现眼前的女人有些眼熟 好家伙这穿上衣服差点没认出来 原来两人在纽约时就已经认识了 女人脸上的疤痕便是汤米的杰作 两人这次见面都以为对方是来杀自己的 汤米说着就要干掉女人 就在这时一辆警车缓缓停下 在巡警的注视下 上一秒还在肉搏的两人变得极为融洽 看着警车慢慢离去 女人也趁机离开了这里 汤米随后来到了黑人帮的地盘 找到了昨晚就下的黑人帮老大 并送上属于他们的货物和钱表示诚意 汤米表示自己 不想树底更不想招惹什么麻烦 他就是想尽量多赚点马内 黑人帮老大的哥哥 戴蒙德表示自己很佩服汤米 便想着出门送一送他 两人聊得很不错 可这话刚说了一半 随后两人便被戴上了头套塞进车里 可真不知道这群绑匪是怎么想的 他们不仅是绑错了人 还摘下了他的头套 戴蒙德当即表示这是跟汤米没关系 原来这伙人是芝加哥西南去罗哈邦的成员 因为15年前戴蒙德打残了他们的老大 所以他们趁着戴蒙德刚出狱的功夫抓来了他 而倒霉的汤米就这样跟着一起被绑来了 可他们的目的不仅仅只是复仇 他们要求戴蒙德和汤米帮他们命一批火 因为就在上周末 芝加哥地区发生了37起枪击案 现在整条街都是警察 甚至就连天上都有巡逻的直升机 罗哈邦的人不愿意冒这个险 但是这钱还不能不挣 为了让汤米和戴蒙德尽快把货送到 他们还把戴蒙德的弟弟抓了威胁两个 没办法汤米和戴蒙德只能加快送货的步伐 由于肤色的原因 汤米负责送货拿钱 戴蒙德则在车里等候 可等送到最后一家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一名巡逻的白人警察盯上了车里的戴蒙德 由于戴蒙德开的是汤米的车子 车牌还是纽约的牌照 并且开车的还是个黑人 警察当即让戴蒙德下车接受警察 可戴蒙德却丝毫不敢动他 生怕因为自己乱动一下就会遭到射杀 就在这场冲突即将爆发的时候 汤米也送完最后一单回来了 看到是白人车主 巡警的心也是放松下来 戴蒙德和汤米成功度过了危机 随后两人来到了罗哈邦的地盘 准备接走戴蒙德的弟弟 可刚一进门 戴蒙德看到这一幕也不敢有什么脾气 乖乖地把钱交了出去 就回了自己的弟弟 而戴蒙德也没有亏待了跟自己送了一天货的汤米 他拿了25000美元作为今天汤米的酬劳 不过戴蒙德却有个疑问 作为刚来到芝加哥的汤米却显得对这里无比熟悉 甚至还掌握了这里的每一条送货线路 戴蒙德也没多想什么两人就此别过 汤米则拿着到手的2万块租了一间仓库 作为自己在芝加哥的根据地 经过今天发生的事情汤米变得更加坚定 要在这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 但眼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汤米找到了今天威胁自己的罗哈邦成员 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玩小人报仇 从早到晚 汤米把两人关进了后备箱 等对方放完狠话 汤米将酒泼到地上 拿出打火机默默点燃了一支烟 Teacher 准备 优优独播剧带 详断 cía